记者陈建制台中报道,大理西畔广达数公顷的高滩地三年开始营造成花海后,广受民众好评,去年底大理区公所在市府水利局提供经费下,再度洒下大波斯菊,百日桥等种子,还布置苟年吉祥风车异象,搭配新型装置艺术,情人桥等景点,希望在春节到元宵期间提供民众一处赏花,走春的景点。 大理区长周崇奇表示,大理西在立善桥到大理桥间左岸的高滩地,过去杂草丛生沦为荒地,民国104年底人化里长成宗星向立伟和新城陈勤后,协调水利署第三河川局砍掉高滩地的林木和杂草,并由水利局种下波斯菊等草花成为民众赏花的新景点。 周崇奇表示,去年底在水利局补助200多万经费下,再度在大理西靠近大理桥的左岸,营造4公顷的花海,撒下大波斯菊,黄波斯菊和百日草等草花的种子。 原预计春节期间花朵盛开,但应受到连续二、三波寒流影响,波斯菊增长速度减缓。 预计春节期间花朵只能开五六成,要到元宵前后才能看到盛开的景象。 大理区公所公用客长何金昌表示,此次除了波斯菊花海,还有新型的装置艺术,并在附近布置鲜红的四季海棠,另外还有瓢虫、蜜蜂等造型风车,以及修停科大布置的苟年吉祥风车异象穿插期间。 希望这几天天气能赶快回暖,让赏花民众都能拍到美美的照片。 大理人华里长陈宗星表示,今年受气候影响,预计花旗将延后,为了方便民众赏花,高滩地旁除设有停车场。 春节期间也将安排志工进行现场环境维护,欢迎民众到场赏花走春。